海湾战争以来 美国陆军一直较为重视地面部队的远程机动能力 但随着装甲车辆战斗权重的不断增加 地面部队的远程机动能力明显受限 以M1A2主战坦克为例 其最新型号的战斗权重超过了70吨 C17大型运输机一次仅能运送一辆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陆军转而发展轻型化装甲部队 由大批轮式装甲车辆武装起来的斯特赖克旅 一度成为了美国陆军的宠儿 然而随着单兵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的大量使用 以及其他国家大量装备更先进的坦克装甲车辆 美国陆军很快就发现 薄皮而大下的轮式装甲车辆 在新型反坦克武器和敌方主战坦克面前 几乎毫无抵抗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陆军于2015年启动了新型轻型坦克 机动防护火力车辆计划 GMPF计划 目标是研制一款战斗权重不超过32吨的履带式战车 配备105毫米或120毫米口径火炮 要求其具备多地域环境下的战斗能力 并能够与其他地面部队协同作战 2018年12月 陆军选中了通用动力地面系统 与BAE系统两家公司 分别支付了3.35亿美元和3.759亿美元 为MPF计划设计和制造12辆原型车 虽然目前美国陆军还未最终公布花落谁家 但根据陆军负责服务采购和项目的相关官员透露 他们对于轻型坦克项目的进展感到满意 计划在2022年夏天签署生产合同 并将在2025年达到第一个装备的里程碑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美国即将生产的这款MPF轻型坦克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角逐此次项目的两家公司各自的实力 首先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分公司 该公司此前公开展出的英诗技术验证车 可以被视为参与MPF项目竞标的方案 该车的履带式底盘 来自已经被英国陆军 选定为下一代主战装备的 埃阿斯步兵战车 而上面部分采用以XM360型 120毫米轻型滑塘炮为主体 重新设计的全新炮塔 因此从火力上讲 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分公司 是竞标者中较强的一个 其次就是国际上鼎鼎大名的BEA系统公司 其业务已经拓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 此次BEA系统公司准备拿来竞标的 就是当年被终止的M8装甲火炮系统 当然 该方案会按照此次 美国陆军提出的新要求 来进行相应的改进 其实 M8在1995年终止式的设计 就已经很先进了 包括新颖的半环式自动装填机 炮塔隔仓化技术 以及三级防护理念等 即使放在今天也毫不落后 而且M8在火力方面 同样采用了M68A2型 105毫米线塘炮 面对当今世界大多数 第三代现役主战坦克的防护装甲 也毫无压力 可以说M8方案是MPF项目竞标者中 技术最成熟 研发起来进度最快的一个 早在2015年10月 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 BEA系统公司就率先展出了 M8轻型远征坦克方案 由一辆改进后的M8装甲火炮系统 及空头散包和散盘组成 可以通过C130大力神战术运输机 进行空头作战 C17运输机一次可搭载三套 该方案拥有一门带自动装弹机的 M35改进型105毫米线堂炮 射速12发每分钟 发射新型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 可在2000米距离内 击穿T72主战坦克的主装甲 BAE系统此次竞标的 轻型坦克方案 是基于M8为蓝本 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 和重新设计而来 其基本尺寸与M8大小相似 并对底盘进行了多处升级 安装了防雷底盘 新型动力组件 传统系统和复合橡胶履带等 以提高机动性和防护水平 还集成了新型的火控系统 观瞄系统和360度 态势感知系统化 再配合软杀商主动防护系统 使得其在火控能力 防护能力和信息化能力方面 均有很好的表现 相比原来的M8 BAE系统公司采用了 全新设计的 更加宽大的炮塔 其使用标准的三人成员布局 装备有机门和通用动力方案 相同的105毫米 M35型低后座线堂坦克炮 与7.62毫米同轴机枪 另外炮塔内安装自动装弹机 和21发备用弹药 主炮射速在自动装弹机的帮助下 可以达到每分钟12发 此外还装备了最新的动力系统 防护方面采用三个等级的防护配置 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 可以在附加装甲的加持下 最高达到三级防护 该型坦克采用一级装甲防护时 战斗权重17.46吨 最大公路行驶速度 为72千米每小时 最大行程480千米 面对如此劲敌 通用动力公司也不甘示弱 在自家19-1轻型坦克基础上 换装了阿贾克斯重型步兵战车底盘 和MGA-2主战坦克炮塔火控系统 推出了19-2轻型坦克 19-2轻型坦克的方案 同样采用了M35改进型 105毫米线弹炮 但不配装自动装弹机 底盘采用阿贾克斯重型步兵战车底盘改进型 保证战车拥有足够的越野机动性 和正面防护力 炮塔类似于MGA-2主战坦克炮塔缩小版 采用轻质铝合金制造 挂有附加装甲 该轻型坦克的方案 战斗权重超过34吨 突破重装空投技术极限 因此不具备空降空投能力 且由于体型大 C17运输机一次仅能够搭载两辆 不过考虑到其未来装备单位 是陆军的步兵旅籍战斗队 而非空降师 因此不具备空降空投能力 并无太大影响 另外 该方案的四人车组设计 更符合美军坦克车组编程的习惯 火控系统是19-2轻型坦克方案的亮点 包括炮掌用的主瞄准镜 车掌用模块化先进稳定型瞄准系统 和第三代改进型前式红外系统 此外 该车还装有新型液气悬挂和动力系统 采用了与MGA-2C类似的火控系统 以及多功能的MX-GCS观瞄系统 为了满足城市战需求 火炮仰角可以达到85度 还安装了一门50毫米口径的增强型 大毒蛇三机关炮 还配备了铁拳主动防御系统 提高了防护能力 其还可以发射小型杀伤性无人机 虽然通用动力的原型车看起来非常的高大 但在测试当中 士兵对该车辆比较满意 比如舒适性以及新的悬挂 此外 士兵认为和M1坦克相同的火控系统 是最具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他们可以不经过训练 就可以闭着眼睛操作 作为战斗权重上限40吨的轻型坦克 两种方案原型车配备的模块化装甲 均不足以抵御战场上的反坦克的危险 为此 在未来的改进行中 美国陆军很有可能为其加装主动防御系统 另外 两种原型车上安装的105毫米线坦炮 也不具备太大的优势 难以应付主战坦克的危险 未来美国陆军可能考虑换装120毫米滑坦炮 使其具备更强的战场适应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战斗权重更大的19-2轻型坦克方案明显更具有优势 除此之外 通用动力公司在研制19-2轻型坦克的同时 推出了19-2重型步兵战车 用于竞标下一代可选有人步兵战车计划 这样一来 如果美国陆军选择该公司的轻型坦克方案 很可能在步兵战车项目上 也倾向于同底盘同技术的19-3重型步兵战车 如果将轻型坦克计划和步兵战车项目合并发展 该公司也能自如应对 相比之下 BAE系统公司则在运输性上大作文章 甚至在原本就足够轻的M8上继续降低重量 以至于它可以进行空投作战 然而带有明显的空降兵色彩的M8轻型远征坦克 不完全适应美国陆军的地面装甲部队 再加上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BAE系统的原型车晚交付了几个月 因此 美国陆军普遍对通用动力更加抱有好感 而有消息称 在2022年3月初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表示 BAE系统正式出局 目前只剩下通用动力一家公司 因此 虽然距离美国陆军公布最终获胜者尚有一段时间 但BAE系统公司的方案 很可能已经被淘汰出局 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的19-2轻型坦克 或将成为美军未来主力轻型坦克 至于这一方案最终能否令美国陆军满意 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